希拉米斗不过苏提达 空有美貌双伤却着急 注定沦为宫斗炮灰 泰国后宫嫔妃数量众多 女人一多就难以管理 这个问题让马哈国王无比困扰 作为一国之君 泰王必须平衡好各方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希拉米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苏提达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主动权 毕竟背后占的是军方 希拉米王妃全族入狱 只剩下一个难上台面的提帮宫 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 根据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的说法 希拉米的身份不是废非 已经得到探普英的偷袭 但是依旧处于禁族状态 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泰王并不是真心实意想要营救 事实上无论希拉米如何折腾 等待自己的都是失败的命运 他根本就斗不过苏提达 安置在皇家别院不是最好的退路 只可惜希拉米还是不知足 想要得到王后的宝座 不少王室专家为希拉米捏一把汗 一个双伤欠费的花瓶 能力根本配不上这样的野心 如果希拉米再继续强势下去 根本就不会有好结果 如今提帮公王子就遭到了打压 按照泰国王室的传统 提帮公暑假的时候都会回来 参加各式各样的公务 但是今年却变得静悄悄 苏提达王后出手文准狠 把继子禁足在德国 母子连私下见面都成了奢望 事实上 希拉米早已被排除在王室大家庭 只不过泰王还念旧情 不愿意伤害提帮公母子 但是也仅限于此 想要复宠或者回宫 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 如今王储大战如火如荼 谁都想来分一杯羹 前王妃希拉米自然不例外 自己被关押了九年 受尽苦楚难以翻身 当然希望提帮公能够当王储 只有这样才能一血前耻 王室专家安德鲁之前觉得 在提帮公18岁生日的时候 泰王就会册封他为王储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马哈国王依旧暗钉不动 并没有立出的想法 希拉米母子又一次扑空了 危机远远不止这些 希拉米王妃现在手无寸铁 还要扛住各种势力的施压 提帮公的日子也不好过 被苏提达王后狠狠压制 回国路上真是困难重重 所有的线索都表明 希拉米已经沦为宫斗的炮灰 想要逆风翻盘可能性几乎为理 太王大发慈悲这条路走不通 提帮公王子也不给力 希拉米失去了最后一次希望 如今的苏提达风光无限 有了军方的支持如虎添翼 再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媳妇 有了军方的保驾护航之后 苏提达王室支持率大幅度飙升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不少 事实证明 希拉米母子就是痴心妄想 居然还想访问伦敦 参加查尔斯的加冕礼 如此重大的场合 太王只会带着才冒双全的苏提达 希拉米则永无出头之 此外 希拉米还另辟蹊径 希望在提帮宫的婚姻大事上动脑筋 事实上真是想得太美好 即使玉昆家族愿意合作 太来的也是细作而非帮手 是否是货这个时候还很难讲 希拉米王妃虽然拥有盛世美颜 但是情商和智商都不高 沦为宫斗炮灰 完全就是酒油自取 如果当初娘家人低调一些 就不会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 甚至连提帮宫都被狠狠压制